中复神英科创版IPO过会聚焦客户需求 坚持自主研发 上交所科创版上市委员会 2021年第96次审议会议 于12月15日召开 审议结果显示 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符合发行条件 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这是今年过会的第392家企业 中复神英是一家专业从事碳纤维研发 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对外销售产品主要为碳纤维 碳纤维具有出色的力学性能和化学稳定性 密度比屡低、强度比刚高 是目前已大量生产的高性能纤维中 具有最高的比强度和最高的比磨量的纤维 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体育休闲、压力容器、碳碳复合材料 交通建设等领域 随着2019年以来 封电叶片领域碳纤维需求的快速增长 国产碳纤维需求量大幅上升 国内碳纤维企业的盈利空间不断提升 未来我国在航空航天、汽车等行业 碳纤维需求市场存在进一步增长的空间 行业的竞争也将越来越激烈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持续创新能力的企业 将在未来竞争中占得先机 自成立至今 中复神英始终聚焦客户需求 坚持自主研发 从而积累形成了多项核心技术 截至最新说明书签署日 以系统掌握了碳纤维T300级、T700级、T800级、M30级、M35级千吨级技术和M40级、T1000级百吨级技术 在国内率先实现了干喷释放的关键技术 突破和核心装备自主化 率先建成了千吨级干喷释放碳纤维产业化生产线 目前已取得59项授权专利 其中发明专利26项 公司目前碳纤维产能已满产 产品供不应求 根据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统计 2020年度国产碳纤维总产量1.80万吨 公司2020年碳纤维产量3777.21吨 占国内总碳纤维产量的比例达20.98% 排名国内碳纤维产量第二位 2020年度国内碳纤维总消费量达4.88万吨 公司2020年碳纤维 国内销量3625.28吨 市场占有率达7.43% 公司产能及产销量水平 均居于国内碳纤维企业前列 目前 公司正在建设西宁 年产1万吨高性能碳纤维及配套原丝项目 预计将于今年逐步建成投产 该项目建成投产后 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碳纤维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公司在行业竞争中的优势也有望进一步提升 未来 随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逐渐形成 有望进一步推进碳纤维行业的国产替代 增强国内企业的竞争力 中复神鹰作为碳纤维行业的领军者 在资本市场的助力下 有望继续保持市场领先地位及巩固 提高市场占有率 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